坐长途客车出行 乘客往往是因为乘坐时间长不舒服 不系安全带 甚至漠视安全带的存在 尤其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客车 车速快乘客多 一旦发生意外 更容易造成群死群伤 那么下面这段是由浙江交警提供的视频画面 将向我们证实 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 安全带就是挽救我们生命的关键 这辆由上海开往浙江上渝的大客车 正冒雨行驶在护坤高速浙江加兴段 通过车内的摄像头 我们看到十几分钟内 大客车一连超了八辆小轿车 车速相当快 而在此时 车上的乘客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聊天 睡觉 甚至在车厢里走来走去 通过监控我们发现 我们监控镜头下的这些人 都没有系安全带 我们办案的民警 在走访调查了这些乘客的过程中 一直发现 除了驾驶员 自身系的安全带之外 其他21名乘客都没有系上安全带 中午14点28分 突然失控了大客车 一头撞上高速公路右侧的护栏 然后发生侧翻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车辆失控后 乘客们尽管已经拼命抓住椅背或扶手 但发生碰撞的瞬间 身体还是很快被甩了出去 侧翻事故导致了22名乘客中 一人死亡 21人受伤 大型车辆一旦发生轻浮以后 这时候大客车的强度 跟你的安全有可能没有关系了 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体是在 这个客车车厢的空间里面在飘 有可能会甩出车外 这时候你是根本不受控的 如果这时候有一根安全带 能够把你的身体牢牢地固定 在你的座位上来讲的话 有可能你他命就保住了 真实的案例加上专家的分析 都告诉我们乘车出行 系安全带的重要性 那么在现实当中 乘坐长途大巴旅游大巴的时候 乘客使用安全带的情况怎么样呢 来看记者的调查 请不吝点赞订阅